越路区 生活无需这块 当时也没进行处理 针对莲花河的问题 越路区很快确定了 增盖方案 经过治理 莲花河在五丰村辖区内的 3.39公里 基本实现了沿岸无违建 河道无淤积 河面无垃圾 污水无植牌 水域无障碍的五无标准 生态环境水环境面貌 均得到明显改善 在河水域那边进行一个小广 进行一个小广场 使我们的人民群众 使我们的